注意看 士兵中的中国姑娘名叫于瑶佩 看似瘦弱的身体 打起架来却凶狠至极 她的每一场比赛从来不做防守 永远火力全开 如今她已经来到国际的一台 豪曲 五连胜 大杀四方 无人能挡 然而就在于瑶佩冲击世界冠军之时 半路突然杀出一只蓝鹿虎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途对局 没有错 中国大战土耳其 那我相信屏幕前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 是第一次看到中途对局 没有错 因为这个土耳其选手太少了 好 眼前这名选手便是来对土耳其的 嚣张女拳王 泽拉多根 好 再以前这个家伙非常的猖獗 因为他听说赛事方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国姑娘打 结果他表示了不满 他表示了抗议 并且称我们的中国姑娘 只配生孩子做饭 都是饭桶 都是庸人 不配合他打比赛 哦呦 这个家伙的确很猖獗 来自一个小小的土耳其就这么狂 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中锋选手 中国姑娘眼前的余瑶佩非常的愤怒 张战基26胜两负 几乎没输过 而且最近是在国际的一台 打起一个高手拿到了五年胜 好 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看对方的土耳其女选手 这个家伙的眼神当中充满了杀气 好 你看 还在盯着我们 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中 好 各位新闻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精彩精彩 好不好看 这可以说是除了张美丽以外 我觉得这个甚至要比张美丽的很多比赛 都要精彩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场面你也看到了 胸衣都打碎了 很少见 之前你确实没有见过 你看余瑶佩 我从这个角度看 她的背心已经打碎掉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她不做防守 英格杀第一千 自损八百 要把对手打扶 可以看到吃到对方的肘肌 她也是欧相没事人一样 很扛挡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双锋 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精彩的递局 看一下余瑶佩 第二回合能否去KO绿宋